63.聯合報 農業專家陳世雄種蔬果養蛋雞力行有機生活 2015年7月12日元氣周報名人私房話P06臨遠如報到天然野上好 中華農業教育學會理事長 明道大學教授陳世雄是有機農業專家 他自家農場種植數十種蔬果 還用人道方式養蛋雞、他雪、養生之道就是吃最安全天然的食物 陳世雄歷行有機生活 早在擔任中興大學農場場長時就推動有機農業 農業博士的六手指種什麼好象都很容易 別人認為有機農業不用農藥很困難 在他看來 只要用心 不便宜行事 何難之有 況且只時回歸到要眾人可以吃的蔬果 養人可以吃的蛋雞而己 自家紙蘇包飯微微隨手黏來 你看蟲吃有機無花果 雞吃蟲 人吃者者健康生產的食物 所獲得的營養素材會更多呀 陳世雄也極推薦保健食品薑黃 不僅自己種 也吃學生生產的薑黃粉 喜歡動手做東西的他 會去使用非基因改造黃豆的豆花店買豆渣 豆渣和薑黃和起來就成了素豆醋 湯清菜 吃麵 白飯都可以拌一點 不僅有好滋味 健康有下肚 平常飲食簡單的他 喜歡生吃蔬菜 用自家種的紫蘇或鍋具而包飯 隨意加點菜 或加上自製的鹹蛋 就可以解決一餐 腰果樹落果生吃炒菜 佳儀家裡也有一注重了二十多年的腰果樹 腰果成熟時調滿地 陳世紅雪 黃色大大的果托可以生吃 可以炒菜 也可以拿來泡成醋 因爲種的蔬果太多 他經常自製加工品 蒜頭泡成醋 生飲或煎魚當調味醋都好 蘋果用調理機打成泥 再用糖煮過就成了甲兔絲最好用的蘋果果醬 陳世紅雪 根據各國學者研究報告 自然農發或有機生產的蔬果維他命 礦物質等營養含量 相較一般使用化肥與農藥的慣行農產品 營養含量要高出數倍 所以健康飲食是第一步 乘單車上課行下無農最樂平純卡外騎單車 擔任明度大學校長時有司機專車 他不錯 自己騎單車去學校 現在每天和妻子騎單車一小時 從家旅騎到區州花博公園 來回六圈 學校沒課時 在農園旅務農三 四小時 曬曬太陽 寒流直輩 都是他的養生之道 陳世紅雪 不只要注重飲食、運動 養生講求的應該是食衣住行 居住環境要採光好 通風界 就連用的廚具都要注意 像他不用雷鍋 不沾鍋 不用微波爐 太靠近微波爐會讓體內水分子快速震動 長久對人體都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